就是我们的无锡排骨这个无锡人 那他之前非常有心 忘记应该在四五年前 他就跟无锡的几个同学 一起邀请我到无锡去办公益讲座 那其实让我觉得蛮感动的 因为首先要讲几个部分 有时候同学看我从大陆回来 发型变得比较好看 所以我这辈子里过最好看的头发是他里的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发型设计师 那他之前偶尔会从无锡到深圳去上课 然后他会带他的机师 带他的这个工具 然后带到无锡去 不过带到深圳去 就在我们那个地方 帮我做这个发型的这个整理 那但他另外一个让我觉得蛮感动的 因为其实他之前是移民到加拿大去 后来回到无锡去奋斗 那重新开始 说实话重新开始蛮辛苦的 那当要打拼到一定的水平 也需要点时间 但是那时候我印象中他身上没有多少钱 可是他几乎拿了他所有身上的钱 来办许医师去那边的活动 包括公益讲座啦 包括这些工作坊啦 来我们先给他鼓掌一下 所以我觉得他相当的不容易 那以前他过去在加拿大 是在学密宗 那也跟过密宗的密教的很多师傅 那现在在无锡 那除了自己的发型工作室 也在学习赛事心法 也在推广 所以各位如果未来到无锡去旅游的话 可以到他们的地方去理个头发 去做个发型设计 是无锡排骨 是无锡排骨 来跟大家这是第几次到台湾来 第二次来 这辈子第二次来 第一次是多久前 第二次 第一次07年来 那就9年前了 对07年来 好来讲一下 这次为什么有时间到台湾来 太想念许医生了 这是一个理由 我这次来台湾是来陪儿子考 SAT的考试的 就是美国 为什么他要来这边考SAT 就是我现在觉得我自己 就是很心想事成啊 因为他可以选 就是因为大陆没有SAT的考场 他可以选马来西亚 新加坡 可以选香港 台湾 可以考两次嘛 所以这个月在台湾考 刚刚考结束 下月去香港考 那我就觉得 他这样 其实是拿加拿大级嘛 拿美国级 对 要升学明年去美国读书 所以我就觉得说 太久没有去上许医生的课了 然后我们大陆的一般同学 整天都勾引我说 哎你还不来 你怎么不来啊 你怎么样 我就觉得我很想去啊 但是我自己今年又做了一个身心灵的 做身体的 做养生馆 你自己开了一个养生馆 又开了一个养生馆 跟那个 二锅头 跟二锅头 对 那那个谁不是也在深圳 开了一个养生馆吗 张琪是 张琪是 他是另外的 受我影响之后 开了一个养生馆 就是我现在影响 我们同学都做养生 因为从身体 可以看到心灵的特质 所以就特别忙 因为是从去年年底开始主办的 然后三月九号正式开业的 所以就今年特别特别特别忙 一直想着要去深圳上课 看他们上得好高兴 我都好着急 那养生馆开多久了 三月八号开到现在 对 还不错 就开始盈利了 就终于这个 这个是做成了那种 可以盈利的一门生意 之前做的都不盈利的 让我们给可可鼓掌一下 所以其实不容易 一个女人带一个小孩 离了婚之后 从加拿大回到大陆 然后重新开始奋斗 那所以自从知道 她终于买了房子 也开了养生馆之后 就一切越来越好了 对 因为读了赛斯书 我真的 因为我其实 我有自己 我的儿子是中度的肝同失调 所以我在加拿大带她是非常辛苦的 我很多朋友都是持绩的 做特殊儿童教育的 她在五岁半的时候被检测出来的 所以一个就是很幸运 比较早 另外一个就是凡事属于 在教育方面的问题 我会特别关注 因为我的朋友 我对儿子很严厉 我觉得这个孩子要好好教 就对他很严 是我朋友实在看不下去 给了我一本书 从此以后 我就跟赛斯就混到一起了 但是就是之前 这么六年来 到今年儿子考试 托福成绩是109 对 她说 妈咪我可以冲击美国前十的大学 109算高是吧 一般吧 算高 是 120满分 是哦 那很高啦 对 恭喜你啊 对 恭喜我 因为真的 我其实为了这个孩子 我真正努力读赛斯书 是从我儿子初一的下半年开始的 因为他很多问题 到初中就爆发出来了 就是你能够压的问题 到那个时候就全部出来了 小的时候好像很乖 等到初中就很不乖 然后他会骗你 11点钟他就睡觉了 然后等到你2点钟出来上厕所 他就在打游戏 打到早上他又睡不醒 然后他早上睡不醒之后 我就很愤怒啊 就会打他 打到有一次就说 那个伞被我打断了 从那以后我就不打了 我就去读书了 我就很认真的去读赛斯书 就是我想去知道为什么 然后这一个路走下来 就是将近六年了 在这个六年中间 就是到这一段时间 到这次他到台湾来 我就觉得 我好像是有心想事成的能力 然后以前的主多不顺 就慢慢远离我去了 终于让我有可以大口呼吸的感觉 然后觉得生活真的是很美好的 好我们谢谢Coco的分享 所以其实看到Coco同学 其实不容易 好刚讲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孩子 那情商啦各方面 从加拿大回到中国 全部重新开始 好那现在也开了这个 养生馆对不对 那发型工作室还有吗 还是有 然后看到孩子也慢慢上轨道了 看到他各方面啦 经济方面也越来越好转了 好所以真的是 不容易 那未来像养生馆部分 我想对赛斯心法理想的落实 还是会持续的在做 好来 另外同学从新加坡过来 来 一样上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好彩玲 好那早上在先见上课嘛 我才提到 因为上次到吉隆坡去 好到吉隆坡 好然后在机场遇到他 然后刚好那一次 是我到吉隆坡 在入境大厅 好人最多的一次 好本来想说 在那可能会在那边 可能等着要进那个 immigration就那一次 对然后大概可能 要排个两个小时的 对因为排到那个 根本也看不到前面 后来就突然看到他 然后就借口要跟他聊天 就慢慢往他那边移动 然后就不久大概 可能省了一个多小时的 排队时间 就像遇到救星一样 那这个同学 来跟大家讲一下 你在新加坡多久了 然后怎么接触到赛斯心法 那这次为什么会 想要特别从新加坡到台湾来 上课 这样问我的灵魂 是好来 就是两年前到吉隆坡上中指课 然后一直就很喜欢这个赛斯心法 然后有运用在生活中 去年来台去年十月也是来台湾 毕业旅行 那个中指课程高阶毕业 所以有答应说要一直回来台湾上课 所以要旅行诺言 分享一下你在赛斯心法的学习当中 你觉得你落实的最好的 或是最能够鼓励大家的是哪一个部分 工作方面啦 还是家庭啦 还是亲子啦 还是哪一个部分 其实是自己 自己了解自己的部分 怎么说 怎么说 就是会比较了解自己 以前一直都觉得自己是 也是像那位同学人家 是心想事成很会创造的 可是结了婚后就忘记了 然后就忘记了自己有这个能力去创造 和心想事成 直到遇到赛斯心法 然后又回来了 就会记得 其实徐医师一直讲的内在神明 其实我有那个能力 就一直在 其实第一年在学种子的课程的时候 生活很苦 一直在面对很多的那个外境 然后一直去看 为什么会创造这样的外境 所以不过好像你在工作跟生意上 有很大的不同 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 对 今年第一年上完课了 然后第二年上高阶了 然后今年就看到有运用的很好的 就是生意 新加坡其实那个环境不是很好 很多公司都没生意 可是我们的公司都很忙 然后有买新的房子和买新的车子 新的房子跟车子 那Coco也是买房子嘛 对不对 又开了新的店 还会再买一个哦 你一个人住两间干嘛 他有个男朋友叫二锅头 对 所以他说跟二锅头合开一个养生馆 是 好那我们谢谢彩玲 谢谢 好 好像有个同学也是从宜兰过来 第一次来三英上课嘛 来 要不要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对 好 这个同学之前也是到 马来西亚 好像是到新三 去推广赛斯心法 好 然后他之前 其实他也是我们基金会的融洞 那因为之前可能有个故事 那时候可能有些同学知道 有些同学不知道 因为那时候他们的这个家族的生意 好 可能遇到一点状况 然后那时候好像被国税局查税 那可能要补上亿的税 好 上亿的税 所以那时候也有一些 啊 慌乱不安 好 然后那时候 这是我个人的这个猜测 然后反正那些钱也要被国税局追税嘛 所以倒不如拿一点钱 这个捐给基金会来推广赛斯心法 反正也要被 那时候可能想说反正家产什么都要被追走了 那趁国税局还没有查封之前 好 赶快来 这个做一点善事 好 所以那时候他说他要捐款 好 但是 啊 大家知道我们其实会衡量同学的状况 好 因为那时候觉得他的一些情绪有点焦虑 好 所以我就下令不准收这个同学的捐款 好 等情绪稳定再说 然后他每次打电话 人来说要捐款 然后心恋分处 在这花园 管顾那边就没有人要理他哦 他说他捐钱没有人要理他哦 因为许事说不能收他的捐款 好 等他各方面安稳下来再说 好 所以你看我们基金会真的 我觉得光这一点是很值得大家信任 你看人家要捐钱 我们不收哦 因为我们首要是为同学考量 好 我们永远希望是把同学放在第一位 好 我常讲基金会倒没有关系 你们是最重要的 好就像我一直在讲我们的理念 好后来他真的没办法哦 有一次到诊所来 那天还下雨天 脸的全身湿答答的提一个 那个袋子 里面装一百万 现金 好意思就是丢了就不管了就对了 好 而且还挂门号 还挂门诊 门诊的门号 好挂门诊 好后来 后来才 不收 后来好像到赛斯花园 不知道怎么样才 不是因为赛斯花园那时候也是拒绝我 然后就我们 我们做人要有智慧你知道吗 唯一能够拒绝到我就是说 我们就好好的去门诊挂 挂一下 然后就把门踢进去 然后说 怎么回事 然后就这样子 我就要闹出命案来了 是 然后这个同学也是一直在努力的推广 来 跟他讲一下 这次在新山推广 有什么样的心得 我一直觉得说 因为我后来到新山的时候 我才发现到 因为我都会问一下说 谁认识赛斯 都没有人认识 那我就发现说 因为台湾这个地方 算是赛斯身心灵 就是比较先进的地方 然后他们对 我就说这几次 就是因为有去演讲 还有办课程 然后可是演讲的时候 我有发现到说 他们停留在心灵的层面 他们不懂什么叫心灵 而且他们是停留在 每40秒 就是有一个忧郁症的人自杀 这样子的地方 所以我就觉得说 全世界的赛斯家族 就是说应该要大家一起 新山每10秒有个人自杀 麻婆 没有啦 就是全世界 全世界 我们在现在上课 10秒 因为新山是离新加坡最近的 马来西亚的都市 所以我想新山的人是蛮郁闷的 因为很多新山人 是到马来西亚 是到新加坡上班 然后就上班出国 下班回国 因为新加坡的工作 工资比较高 那新山马来西亚的消费比较低 所以他们就早上出国 傍晚回国 然后看着新加坡 大家知道新加坡之所以存在 其实新加坡最早是属于马来西亚的 可是因为有一群华人 不想要在人家的土地上当二等公民 也是啦 有一群华人不想要在人家的土地上当二等公民 所以最后他们就想自己成立一个 由华人自己管理的国家 然后最后就跟马来西亚 分成两个国家了 那马来西亚就是以马来人为主的政权 那华人一般来讲还是比较被 虽然华人的这个经济地位比较高 但是华人的这个很多权益 很多部分是比较被忽略的 那在新加坡 大家知道他们就把自己打造成 因为马来西亚的刺激 就发奋图强 然后把自己建设成一个 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一个富裕的一个国家 对不对 好来继续讲 每十秒钟一个人自杀 对 然后所以我就发现说 因为我就是后来我有用一些名单 我就希望说跟上最新的学习 就是说因为赛斯提比这个部分 就跟上最新的学习 然后再来就是我有发现 我自己在就是在办那个演讲的部分的时候 很妙 因为我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认识赛斯 是因为就是有一个姐姐 我是中度忧郁症患者之前 就是被判定一辈子要吃药 一辈子这样子 然后吃药吃药 然后结果后来我学赛斯三年 是因为有一个姐姐 她带了一本就是万物皆是零的书 那其实那一整本在写什么 我都不知道 但是因为我的灵魂被一句话触动 就是人生是来出差旅游学习玩耍 然后我就觉得说 他妈的为什么我的人生 可以创造成这个样子 就只有那一句话受用 然后我就开始去新店的门诊 就是开始上 就是说去看徐医师的门诊 所以我想说 因为后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有时候会太用力 就是一直跟人家说 赛斯好赛斯棒 赛斯赛斯呱呱呱 然后可是问题是 很多人都觉得你像神经病一样 结果后来我学到 我就是买书跟买CD 或是什么直接送给他 那等他灵魂到的时候 真的他就会来赛斯这个地方 那我一直觉得 因为赛斯心法在我心里 跟一般不一样的地方 是因为以前我有 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就是说很多的宗教还是什么 就是会有让我很多的人工罪恶感 那我就觉得说 我已经人生已经够悲催了 然后就一直在讲说 我很多的什么 好像就是原罪啊 什么一大堆有的没的 然后结果我就是 一直遇到赛斯的时候 才发现 就是一直上课程 才发现说 原来他跟一般 就是比较不一样 那在这三年里面 就是说我已经慢慢的就是 就是一直要一直干 然后就到现在大概两三天 因为有时候会太嗨 嗨到睡不着 就是很嗨这样子 然后身体会没办法睡觉 然后我就是还在这样子 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实习生命 然后我就觉得很棒 所以在马来西亚的部分啊 其实我觉得世界各地 就是能够大家同时连线 能够看许医师的演讲 然后能够认识赛斯心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所以我就变成说 如果像这次我发现 好像蛮多海外的赛斯家人 有来这个地方啊 那你们就回去赶快成立 大陆是微信族群嘛 对不对 然后比较用微信 就拿一个通讯 赶快把人拉进来 然后拉进来之后 就可以同时线上学习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方法 对 所以金慧同学 一直在学习当中 而且好像今天来三英分会 是来取经的嘛 对不对 是来看看这个分会怎么经营 而且未来好像在宜兰 有可能会弄一个推广中心 好来 那好像他对青少年 跟对儿童 很有一套 所以未来 如果办一些儿童青少年的活动 也许也可以 请金慧同学来协助 带领那些小朋友 好我们谢谢金慧同学 好来 好像还有 第一次来的同学 来 简单 自我介绍 葛瑞斯是第一次来吗 葛瑞斯也是 大家好 葛瑞斯的同学就更了不起了 我觉得他 真的他又到 他每个月到深圳去上课 每个月 然后赛斯村又上课 现在三英又来 对 所以 以前梅花什么 有 有土地就有它 好现在好像 现在只要看得到 许一世的地方 就看得到 葛瑞斯 我现在大概仅次于 赛斯妹 所以其实 赛斯妹才是梅花 对 梅花 梅花 满天下 有许一世 就有它 对 许一世所在的地方 赛斯妹都会去上课 好来 葛瑞斯 大家好 我叫 葛瑞斯 葛瑞斯的面相在改变 他今天看到我跟我讲 笑肿了 对 葛瑞斯面相有点在变 它有点变比较 漂亮 比较柔 对 但是我觉得 你还有在变漂亮的空间 真的 其实还有 真的是谢谢 空间还蛮大的 对 那空间很大 就像我在 这不然应该开心 我在玩宝可梦 常常去 就是这个宝可梦 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对 但是它未来会是个 什么big one 或huge one 有没有 我觉得你未来是huge one 真的 谢谢 huge就是巨大 我前两天就想 突然想 上个月本来要来 is a huge one don't you think so 对 然后后来没来 今天前几天突然想到 要来三音 然后刚好 闪过个念头 刚好在那个深圳的族群 看到coco 在问说三音分会怎么走 我就吓了一跳 我就突然间想 我就回应他 你什么时候到 赛斯没有出生的 他可以 他永远是我们的司机 他就开口说 要在我们 对 然后就 就这样 来来见老朋友 然后也来上课 对 好 谢谢大家 后面的男同学 来自我介绍一下 那你第一次来 第四有自我介绍到吗 上个月有来 有 再介绍一次 欢迎你第二次来 第二次还愿意来不容易 大家好 我是七月份去台中 然后 在那边的公益电视台 看到徐医师的演讲 那我就受不了了 回到桃园就在书局开始 一时天雷勾动 对 找徐医师的书 然后开始到YouTube 去找徐医师的影片 到目前我每天都看 每一天停止 因为我觉得真的是 发起充满 谢谢 好来 你右边 谁位 是吗 还有谁是第一次来的 自己举手 来后面 来 副主任服务一下 有声音 来你说 不好意思 我姓林 林美月 我是朋友介绍 看我那个YouTube的影片 看起来 听起来 那个让我心里 很安定的感觉 怎么样心里很安定 你本来怎么样不安定 就觉得好像会急躁 急躁 然后呢 有点 就是有点快 躁郁症的感觉这样子 你本身自己心里 本身自己有病这样子 有病 你有什么病 肺腺癌 怎么样 肺腺癌 肺腺癌 对 对 我看你气色有点黑 对 是不是晒黑还是什么 你要不晓得 对 我在运动 对 肺腺癌其实还好啦 你肺腺癌有很严重吗 是第四期啊 第四期 第四期还好嘛 对 对 四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算前面的嘛 对啊 听那个书就是 让我心里安定一点 一直不然 一直是睡不着 这样子 是 睡不着会很急躁 然后现在 睡不着就起来听 讲一下你对于罹患这样的一个疾病 心里会不会很恐慌 会啊 我想说过来听听看这样子 或者 不要听听看而已 你要投入哦 知道 不要只是来听听看 然后你要多接触 好 那要么就是找我们自成主任谈 那要么就是到诊所去 来接受这个身心灵方面的辅导 好不好 OK 所以 各位不要放弃 接受治疗 好了 那 还有新同学吗 好 自己举手 徐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应该是 我叫家方 曹家方 那我是 大概 可能快 七八年前吧 是因为刚好有一个 理疗的对象 然后他 就是 理疗的对象 就是我帮忙做理疗 所以你是在做理疗 对对 那我那个朋友呢 他可能就是接触到 没有尽懂 预防 帮助or hydraulic 因其我 所以我 因此人 天天都会去看 那后来因为MOD 姐夫天天都会去看 我自己啊 几乎 几乎不是姐夫吗 almost 我以为姐夫 几乎 都天天去看 姐夫都天天去看 那后来就是MOD停了 梦华同学前面有一个你的位置 就是那个 就都是听那个YouTube的 对 所以有时间有空的时候 都会去接触去看 那其实就是跟我们一般 在接触到心灵方面的一种提升 我觉得能量上面真的非常的好 那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有 跳脱一般宗教 在提升人心灵上面的那个框酒 不用每天三注香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 每天三片CD 对 我们把香换成CD 对 后来也蛮 换汤不换药 蛮有趣的 然后三碗CD 三片CD一碗水 对 然后尖程半碗水 对对对 对然后敷在痒的地方 就马上直痒 对 那一路这样子接触 我觉得这个缘分还蛮特别的 就是说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接受到这样的讯息 也去跟周边的一些朋友分享 那也很巧合 就是像我今天是第一次来这边参加这个课程 可是我之前没有参加之后 可能有告诉一些朋友之后 其他朋友他们反而就是都先来接触 就是到各个那个分会都有去参加 那也很神奇的朋友 就是又从他周边的朋友 就是有那个CD的部分 所以就是大家会 有点像转介来 转介去去接收更多的一些讯息 所以我觉得这个能量就是 当你投射出去的时候 他自然就会一直到你身边一直出现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正面能量的家族 谢谢 所以欢迎来接触 谢谢 那Coco Coco什么时候回大陆 6号 所以你明天会到中正健健康吗 明天可以去啊 你们就带他进来说 许是有请他过去就好了 好你也可以 没问题 没位置 我的位置让你们坐 好 所以刚刚听到那个费现来的同学的分享 也跟大家讲一个 昨天的我们在 昨天的自我觉察工作坊里面 那有一个学员的分享 其实也让我觉得很感动 这个同学他应该是在11年半前被诊断是乳癌 好可是他诊断乳癌之后 他是非常抗拒西医的治疗 所以在诊断之后 他刚开始也是走了很多另类的疗法 另类疗法 那包括什么冷啊热啦 然后用什么泡在冰水啦 所有有的没有的民俗疗法都去做 那当然是越来越严重 那后来 接触到赛斯心法 他开始慢慢走上这个自我疗愈的道路 那中医西医的部分也都没有在做 所以后来在11年半前的往后的四五年 他其实就整个肿瘤慢慢消掉了 慢慢消掉了 那刚开始最早是诊断是二期 歪就消掉了 好可是这两三年 好可能有一些家庭的因素也好 有一些自己内在的变化 这两三年其实又重新再复发 好重新再复发 所以这两三年 包括这两年 其实他蛮辛苦的 好整个乳房其实已经都不满了肿瘤 好说实话 整个乳房的里面的皮下组织也好 啊这个肌肉也好 甚至这个脂肪组织也好 其实完全几乎被肿瘤所取代了 简单来讲整个乳房烂掉了 而且长满了肿瘤 好说实话 你如果看的话 是会有一点受到惊吓的 好那也开始睡不好 他开始陷入很大的恐慌 那情况啊 整个身心其实都在一种 受折磨的状态 那但是他其实本来还是很想要坚持赛斯心法 好但是各位啊我这样说好了 好赛斯心法也好 啊徐师本人也好啊说实话 我觉得我真的希望本着 持悲为怀的心态 好我是不会 为了要证明赛斯心法很棒就要求你们 就是一定要摒弃其他的治疗各位不会 你要知道 医者父母心 他一定是以患者最大利益做考量 所以如果赛斯心法帮不上你 他就是个屁 各位了解吗 众生是最大的 这是我一直坚持的 好所以其实对这个学员来讲 我不会去坚持你一定要怎么样 赛斯心法是最 最好的最棒的不会 我甚至跟他讲 后来他来看我 我花了好几次的时间慢慢 一而再再而三的慢慢说服他 如果你现在在受苦 如果你整个晚上翻来覆去 睡不着 如果他整个淋巴在拉扯 好那么你为什么要受这个苦 好我就跟他说 那不妨你先去接受个医学的评估 好了解一下到底他的严重度怎么样 比如说有没有伴随脑转移了啦 有没有伴随胸腔的转移肺转移啦 有没有骨头转移啦 好然后叫他去做一个检查 让自己心安 那也开始教他如何沉浮 如何甚至可以接受医学的帮助 好那那我打了一个很好的比喻 也许他可以去接受个化疗 好那做个几次没关系 就会像电极一样 好把身体的细胞电醒 好那也许靠过这个化疗 也许可以重新启动身体的自我疗愈力 好因为身体已经一段时间 好在一个惯性里面了 也许可以去接受一点 好医学的治疗 好就是不要永远把它排除在外 好后来这同学在 上这一两个礼拜 好他终于听徐医师的话了 所以各位你们不要以为 赛斯家族都会听我的话没有 一个比一个固执 好没有 终于听了徐医师的话 他终于去找一家这个大医院 好做了完整的检查 完整的检查 好然后我在想 可能他内心也许多少还是有一种 各位有时候当我们学赛斯心法 再去接受医学的治疗 有时候难免会有一种好像输了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这个心态是不对的 是不对的 好那后来整个包括正直摄影啦 这个所有的检查出来了 各位 发现他看起来这么严重 整个乳房都烂掉的肿瘤 完全没有任何内脏的转移 骨头OK 肺OK 肝OK脑OK 所以他这时候才知道 什么叫做身体有伟大的自我疗愈力 各位十一年半的癌症 然后包括他去看这个乳房肿瘤的医生 那医生一直问他 你这十一年你在吃什么药 你在做什么治疗 因为不会有一个肿瘤科医生相信 十一年半的乳房恶性肿瘤 到现在只是这个样子 各位明白吗 好后来他就问了医生 那你觉得几期 那整个乳房都长满了 三期吧 又很简单没有转移出去嘛 可是各位 我也告诉大家 身心理的学习非常重要 很多只接受正统西医治疗的 整个乳房都很漂亮 因为一直在打化疗嘛 转移到哪里 肝 骨 肺 脑 统统转移的 各位明白吗 因为某部分当你没有从心灵着手 化疗这个药 只是把它往内压下去 往内压下去 所以那还 基本上还是一个治标 你还是要从心灵做起 那 重点是将这个同学去 做了全部的检查 各位 他才真的怎么样 安下心来 所以赛斯在个人实相的本质 一直在讲 当你对身体抱着不信任 当你不断的怀疑 我这里是不是有病 那里是不是有病 各位 你不要惊在那里 然后承受那么大的恐惧 然后不去面对 然后不断的逃避 各位不对 赛斯说 与其你不断的累积你的恐惧 你不如找一家医院 找一个医生 好好的检查一遍 各位了解吗 检查出来的结果 让你大吓一跳 原来你没有自己想象力 无限上刚 想得那么严重 各位 所以当我们这个同学检查完的时候 哇 他开始清他的身体 还是筋吗 你知道吗 哇 身体真的有伟大的自我疗愈力 身体真的是他自己最好的医生 已经这么严重的一个情况了 既然他的内脏 通通是好的 是完整的 是没有转移的 各位 他才了解 赛斯心法 的确真的帮了他 那本来他是预期可以完全 以这个方式疗愈 但是各位 其实不一定的 好 那这个同学 其实也开始在他的理想跟现实 逐渐的去找到那个落差 好 因为过去的理想 可能过于理想化 以至于他没有办法被落实 那现实当中又有很多的无奈 很多的不满 痛苦 或逃避面对 好 所以我知道很多人在学身心灵 是用身心灵的学习 来逃避面对现实 来各位 这是不对的 最后身心灵的学习 他一定是用在现实里面 好 就像早上的培训课 我也提到 你的自我意识 一定是来面对现实 而且让你的现实的人生 越来越靠近 你的理想跟梦想中的人生 各位 这才是自我的功能 所以早上在跟同学上课的时候 其实我话讲得很重 很多人的自我意识 在现实世界 那一旦适应 第一个 他在求生存 第二个 他夸大了生存危机 你只是在求生存 你并没有在生活 各位来解吗 好 你只在求生存 不管你存了多少钱 你都没有安全感 不管你现在 生活上 是不是不会饿死了 你还在担心自己饿死 你自己不会饿死了 还在担心你的孩子 未来会饿死 你的孩子不会饿死了 你担心你的孙子会饿死 各位 你到底饿死过几世啊 对 自我意识 不论在现实当中 夸大了生存危机 你没有在生活 你才生存而已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自我意识 想在物质时 向里面生存的比人家好 所以他在干嘛 求名求利 他想要变得更有钱 更有面子 有没有 他想要在 以世俗层面 是成功的 是卓越成功 成功卓越 是出人头地的 是被人家羡慕你的成就 让人家觉得你很有钱 你很成功 可是各位 你只是在追求自我价值 社会价值的成功 你并不是有真正任何的梦想跟理想 各位了解吗 你只是在 巧取豪夺 在求得 世俗 价值的 所谓的成功 你并没有在 落实 任何 你生命中 灵魂当中的 理想跟梦想 那我 讲一句白话 这种成功 卓越 卓越成功 要他干什么 而且当 自我意识 在追求所谓世俗的 卓越一根成功 各位 你常常 还会不断地 加重了 世俗的 那些 不堪的那些东西 所谓的 为了 目的 不择手段 有没有 比如说 人家做生意 偷金减两 赚的钱 你也偷金减两 人家做生意 用不好的手段 欺骗的手段 添加不该添加的 你也跟着做 是的 你赚到钱了 各位了解吗 但是 你却把这个现实世界 你不但不是让现实世界 变得更好 反而是 为了获制成功 获制社会价值的肯定 把现实世界 变得更肮脏 更窝措 更不堪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很多我们这个世界 所谓的成功者 就是两个字叫混蛋 听懂了没有 你看我们社会 包括今天也爆发 几个新闻 哪一个 吸金集团 有没有 用什么吸金 吸了几十亿 几百亿 然后人就跑掉了 各位 这种事情 你怎么可能会做 你怎么做的下手 了解吗 是的 给你吸金 吸个五十亿 一百亿 可是你是 怎么去达到 这些东西的 各位 你懂我意思吗 可是我们的社会 这种东西 是层出不穷的 所以我跟你讲 任何我们讲的 卓越成功 成功卓越 你们眼中的 那些名人 跟成功的人 只要他不是在 落实心灵当中 对这个世界的 美好 那种 理想跟梦想 我们所谓的 立己立人 立意众生 他的成功跟卓越 就是一个废物 各位听懂了吗 可是我们的社会 价值观是偏差的 笑评不笑仓 一个人只要成功 有钱的 他用什么手段 我们不管 各位了解吗 恶劣的手段 伤害别人的手段 欺骗的手段 把别人踩在脚下的手段 我们看到的 都是世俗的表象 各位 心灵的 力量都不见了 所以我一直强调 我们绝对活着 不是在追求 世俗的 成功卓越 卓越成功而已 各位 所以我们很多 偏差的价值观 有没有 包括有些直销的也好 诈骗集团也好 车手也好 目标是什么 我有钱啦 我有身份 有地位啦 这是我的手段 可以吗 各位听懂了没有 我们为了 我们要的结果 我们的不择手段 让这个世界 越来越糟糕 一个可以 两个可以 大家说 你可以 为什么我不可以 听懂了没有 大家都只看到 那个表象的成功 然后又那个吸引人 各位 真是三个字 叫王八蛋 这不是我们来 地球的目的 也不是我们来 轮回转世的目的 所以赛斯说 在我们实现任何理想跟梦想的过程当中 任何一个手段都必须要配得上我们的目的 任何一个手段都不能是偏差的手段 都不能是伤害别人的手段 任何一个手段都不能把目的 任何的崇高的目的不能把手段合理化 各位了解吗 因为最后你会摧毁了你的目的 好 最后他刚讲 讲到这个 人如何去落实心目中的美好 各位 现实 我一直在讲 当然是让我们不满的 现实当然是让我们觉得不够好的 现实当然是让我们觉得很糟糕的 废话 不然我们来干什么 现实都很好了 你都来到一个乌托邦 你都来到一个 大同世界 理想国 你来干什么 要你做什么 你来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不够好 你来就是为了把它变得更好 所以任何对现实不满的人 很好很棒 但是我只会问一句话 你面对所有你的实相的不好 你们社区的脏乱 社区的糟糕 你们的社会 你们的国家 你们居住的地方的 不好的地方 你面对所有现实当中 你的愤怒跟不满 我只问你有没有让它更好 我只问一句话 你有没有变成一个 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 你有没有去开始行动 让它更好 如果没有 给我闭嘴 听懂了没有 这就是赛斯说的 你所采取的每个行动 都是让你自己跟周遭的人更好 而唯有你开始采取建设性的行动 否则你对任何人 这个世界 你没有资格批评 你没有资格批评 这个世界哪里不好 你没有资格批评人性 你没有资格批评 这个现实的世界 你没有资格批评 所有一切的组织制度 执政党 在野党 政治人物 你没有资格批评 任何的政治人物 除非你开始采取行动 让这个世界更好 那一旦你采取行动 让这个世界更好了 你也没有必要去批评它了 对 听懂了吗 所以 整个赛斯心法的学习 在于我们有没有真的 让我们的现实生活 是越来越接近我们心目中的美好 美好 好 所以在早上跟同学讲 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位同学 十一年半 他勇敢的去面对他的恐惧 等真的所有的报告出来了 医生告诉他 三奇 然后他打算 勇敢的接受治疗 但是更好笑的是 他在治疗之前 打算先跟团去夏威夷玩 玩回来 再说 好 他也找到自己未来人生的方向 是啊 各位 十一年半 十一年半 好 来 这位费线ID思琪的同学 我不知道你有几年 我看你在摇头 好 所以你要开始来面对你自己 好不好 好 医学的部分 你自己为自己做决定 身心理的部分 一定要去加强跟面对 好 最早上看到我们同学 走了十一年半 当他真的改变了 愿意臣服了 愿意去接纳了 如何把他的理想跟现实 做更多的结合 各位 好 其实我的确我蛮感动 因为 说实话 每个我们的学员的 身心的病痛 其实也都会牵动 徐医师的情绪感受 那看着同学的学习 看着同学的疗愈 看着同学的成长 其实我自己是蛮开心的 蛮开心的 所以当这个同学的这个状况 慢慢他摸索到方向了 好 慢慢上轨道了 那最重要是重新找回 人生要走的方向 我觉得很棒 所以这也是对我们 赛斯家族的一个肯定跟鼓励 好 我们除了在心灵的学习之外 各位 我们更要 去在现实当中 各位 自我意识 它就是来改变现实的 现实不是用来改变 它是来干嘛的 就像台风天 你不测画面 你要干嘛 台风天就是要去 唱KTV嘛 台风天就是要去 泛舟嘛 是吗 台风天就是要吃泡面嘛 其实我们是本来就想吃 但没有机会吃 好不容易逮到台风天 台风天不吃泡面 那干嘛 对不对 好 那学赛斯心法 我们的自我意识来到人间 我们不是来让我们 所有的现实更好 我们来干嘛 各位 对现实不满是正常的 对现实所有的愤怒 是正常的 那重点是 你是不是来让他更好的那个人 他更趋近于你心目中 希望他变成了那个理想中的样子 是吧 好 那所以这个部分 来跟各位共同勉励 来 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梦与疾病的疗愈 梦与疾病的疗愈 好 那 这个部分 忘记是哪一本书了 是不是心灵的本质啊 还是健康之道 讲到疾病与健康 那我先讲第一句话 来 很重要 没有书 不用画现 记在脑海里面 梦是最好的预防医学 意思是说 如果各位要我 这个数字是我编出来的 是一个比喻 比如说 也许八九十percent以上的疾病 都是先在我们的梦境当中 被释放能量了 被疗愈了 身体心灵康复了 你才醒过来 而唯有当梦的疗愈能力 到达极限了 或是梦本身的疗愈能力 甚至受到你的 自我意识的阻挡 各位 自我意识会阻挡梦境哦 就像很多时候 你在梦快醒过来那一瞬间 各位 自我意识会三减梦的内容 因为有些梦的内容 是自我意识不想知道的 也不想面对的 各位了解吗 比如说我举例子来讲 很多男人 其实有一些梦 梦到你是女性 可是通常男人在醒过来的时候 不会记得你做过你是女性的梦 为什么 为什么 觉得很尴尬 各位 想象很遥远 比如说 秀莲的先生举手 如果她做梦 梦到自己是一个 妖娇蜜蜜的女人 各位 你觉得那跟她的形象 差得多不多 对不对 你看这样的一个男人 如果做梦 梦到像赵飞燕 杨贵飞 大口大口的吃的荔枝 跟她现在不知道在吃什么东西 各位 那跟你的日常经验 跟你的自我形象 我们不吻合 不吻合 所以自我意识 会在醒过来的最后那个瞬间 她做梦境的筛减 那有一些自我意识 也会妨碍了梦的疗愈功能 所以男人 有时候 做自己的转世梦 那什么叫转世梦 因为大家知道 全我在转世的过程当中 男性跟女性的身份要平衡 要平衡 所以女人比较容易记得自己 转世做男人的梦 女人比较容易记得 因为女性 甚至在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社会比较能够接受 女性女扮男装 没错吗 像你们女人 可不可以剪比较短的头发 短发俏丽吗 那做中性打扮 对不对 像你们女性穿的衣服 比如说妹 你现在站起来 你现在这套衣服 穿在许一师身上 也是能出门 没错吗 男女服装 女性已经可以穿男生的衣服 那男生 常常穿裙子出门吗 你们女人可以开始穿裤子了 可以开始穿短裤了 我们男人都还没有革命 各位叫性别革命 我们还没有革命到 我们可以穿裙子出门 对 我可以先没问题 各位听懂了吗 所以女性已经开始突破自己的性别角色 男人还没办法 所以我们的社会 如果一个男人 男扮女装 各位 你们大家的感觉怎么样 鬼啊 人妖 不男不女 东方不败 葵花宝典 听懂了没有 可是一个女性 如果做男性的打扮 人家会觉得什么 好帅 有没有 男人穿个裙子 男人太太借个裙子给他穿 等下穿裙子来上课 各位大家就觉得 哎哟 这是不是变态 人家会不会掀起来 有没有 各位有没有发现 所以对男性而言 接受你的转世梦 或接受你转世为女性的梦 容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男人 为什么有时候越来越理性 有没有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因为 女生为女性的转世梦 会柔化这个男人的自我 会让这个男人不要那么 理性硬邦邦 凡事只讲道理 规矩跟控制 明白吗 他内在的女性的转世的身份 会柔化他的性格 这个男人不会脾气那么暴躁 各位也会柔化他的血管 让这个男人不容易 高血压跟中风 明白吗 男人为什么那么容易 高血压跟中风 因为他常常让自己很惊 有没有 很孤单 然后在情感上 没有办法跟朋友 太太 小孩交流 有没有 什么东西都要先用理性 跟讲道理 那女人一天到晚 就一哭二闹三上吊 那男人一天到晚就讲道理 讲理性 有没有 所以各位 好 再回来刚讲 所以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梦境 会被删掉 因为自我意识不容许 比如说 我问大家 假设一个 比如说一个女人 假设你们在梦境里面 你同样你跟女人亲密关系 你们会不会记得这种梦 有没有 有些人会 有些人不会 如果一个男人做梦 梦到他跟另外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 他醒过来记得这个梦 他会怎么样 我会不会是gay啊 我怎么做梦 梦到跟男人发生性关系 他会不会害怕 他长起来 脸会红半边 我告诉你 天哪 我刚才什么晚上做梦 梦到我跟另外一个男人 脱光了衣服洗澡 还发生性关系 还清嘴 一早起来赶快刷牙 本来刷五分钟 现在刷十分钟 各位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有一些梦境的内容 事实上 他不想记得 也不愿意记得 可是那个梦 有没有可能是疗愈梦 疗愈什么 疗愈他跟男同事之间的 一些对立 藉由告诉他 其实你跟男同事之间 也可以有情感交流 你们不需要过度的对立 各位 因为有时候 单纯男性意识 你们很容易形成对立关系 男人跟男人容易起冲突 容易有竞争 有没有 容易不原谅对方 各位了解吗 容易有比较 这个梦有可能是 把你的压力宣泄掉 但是醒过来 自我意识想记得这个梦吗 不想记得 因为好尴尬 好尴尬 各位理解我的意思 好 所以回来刚讲 梦 是 最伟大的 预防医学 各位 不是预防针 不是预防针 最近台北市的市长跟市长夫人 鼓励大家在打流感预防 有没有 好 我只能说 我不会打 你们自己要不要打 你们自己选择 这样 听懂我的意思 我只会告诉各位 我个人 我不会去打 我不会去打 因为不断地 用生物的方式 激化身体的免疫系统 最后只会把免疫系统 弄得错乱 各位 就像放羊的孩子 明白吗 身体的免疫系统 最后会区分不出 什么是外来的侵入 什么是身体的组织 而当一个 过度被激化的 过度使用的免疫系统 最后会分不清楚 敌人跟自己人 最最后 不但你打击疾病的 能力会降低 你的免疫系统 会认不出 你是自己人 还是是敌人 明白了吗 所以他也许在 某些个别案例 对预防这个疾病有效 他在 对更广阔的区域 他可能造成人类 健康更大的损害 但是 通常科学家跟医学家 业障重 他们只管眼前的事实 明白了没有 他们只管眼前的事实 就好像我常跟各位 打个比喻 你们聘我来当 卫生署署长 我一天之内 就让台湾的 跳海自杀的案件 变成零 为什么 因为我把大海加盖子 好 台湾投核自杀的人 我一天就让他变成零 为什么 核加盖子 我一天之内就让上吊自杀的人 变成零 为什么 我把所有能上吊 当绳子用的 通通没收 各位听懂了没有 对 那我一天之内 让跳楼自杀的人 全都变零 因为我在一二楼当中 全部加网子 那你怎么跳 都在我的网子里面 这样听懂了没有 来各位 有没有用 很有用 但是有没有用 一点屁用都没有 来各位听懂了吗 这就是我们的科学跟医学 在玩的游戏 他通常只把这里预防了 就是把老鼠赶到隔壁家 就像我最喜欢做的 抓蟑螂丢到隔壁家的院子一样 因为我不杀生的 对不对 抓到窗户打开丢出去 那怎样 他也是 他丢到你家吗 还是 对 我不是他生的 对 我只吃肉 我不是他生 好 所以刚讲 你们每个人做自己的决定 但是我个人 我是不会接受的 那回到刚讲 因为真正的预防医学 不是预防接种 不是预防接种 各位 但是我很清楚知道 你的孩子入学 要教预防接种书 所以有些个人问我 那么我觉得某些 该接种的 列为必要的 那你就接种吧 某一些列为建议的 我就不鼓励了 明白了吗 尤其是现在 包括30岁以上的女性 都被建议要打 HPV 子宫颈癌的 预防性的疫苗 整个医界在鼓吹 对不起 我不鼓励 我不鼓励 各位 因为疫苗太多了 连30岁以上都要打 理论上这个疫苗 是越年轻 越没有性经验之前 才越有效 现在搞到 全民都要接种 各位 以后 男人也要接种 尤其是 老男人 他一点都不老 我是比喻啦 也要接种 各位 我们的医学 有一个心态 最好发明 每个疾病 都有一个疫苗 最好把所有的疫苗 通通打到你的身体 最后的结果 就是你的身体 疯了 最后你的身体 就是肝脏打肺脏 肺脏打心脏 心脏 打肾脏 各位听懂了没有 最后就把身体搞疯了 搞疯了 免疫系统错乱 见到 黑影就开枪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人类 免疫系统疾病 越来越复杂 医学的研究 也追不上 很多根本找不到病因 找不到病因 他就是免疫系统出错了 免疫系统不打细菌 不打病毒 专打自己人 各位 专打自己人 因为他的sharp 不见了 sharp不见了 他的敏锐度不见了 好来 我们一起讲预防医学 好 那 梦 是最伟大的预防医学 为什么呢 各位 不只是日有所思 也有所梦 好 你要知道 梦 来自做梦的 是要能量的 所有梦中的能量 在赛斯心法里面 叫做多余的化学物 来 什么叫多余的化学物 来 各位仔细听 所有你的起心动念 你不一定在 现实人生当中 都被实现 你一天当中 可能起十万个念头 你可能只做了十件事 可以了解吗 对呀 比如说也许今天下午 我很想去约个会 今天下午 我很想去偷个懒 去泡个晕洋浴 怎么样 可是各位 行吗 不行吗 来跟各位洗大澡堂 对 好 各位我的意思是说 从早到晚 也许你有十万个念头 每个念头 会建立起它的 该怎么讲呢 电 以及化学的相位 相机的相 各位听到我的意思 每一个念头 会建立起它自己的 电 磁 以及化学性的相位 来 什么叫相位 你们有念物理的同学吗 就是 每一个念头 不管你执行了没有 它的趋力被建立了 各位 比如说 你等一下 很想去吃冰 可是后来 你因为忙 没有去吃冰 可是你 很想去吃冰 这个念头 有没有存在 很想去吃冰 这个念头 有没有建立起一个 化学性的相位 各位听到我的意思 其实再比喻一个 我的比喻就有点像 水力发电 你首先要有一个相位差 然后水往下冲 才能造成水力发电 我说的就是那个 位能的落差 好 每个念头 都会建立起一个 电磁 以及化学的相位 位是位置的位 相是 相机的相 这个电磁 及化学的相位 不管它有没有 被具体 或化为具体的行动 它的电磁能量 以及化学的能量 都被建立了 所以 起心动念越多 行动力越弱的人 越容易生病 听懂在说什么吗 越有伟大理想的人 越有冲敬的人 可是 实践力越弱的人 他的生病几率越高 各位 好 我的意思是说 来 来 我再打个比喻 各位就听懂我在说什么了 假设你们家有个购物狂 他永远每天 从外面买东西回来 他买东西回来的速度 永远大于你们家 消耗物品的速度 比如说 他很喜欢买吹风机 一个月 买一支回家 可是你们家一支吹风机 可能要用三年 不久 你们家就堆满了吹风机 各位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就是你们家有个购物狂 他永远从外面 买很多东西进来 可是他买东西进来的速度 远大于你们家 消耗物品的速度 到最后你们家会变什么样子 堆满了 所谓的多余的物品 这样听懂我在说什么 各位听懂了 来我再比喻了 当你每天有很多的起心动念 我要怎样 我想怎样 我打算怎么样 我明天要怎样 我后天有什么想法 我想要达到些什么 各位 来 你起心动念了没有 就算你没有在想 你没有没有在想 等一下我要去吃个臭豆腐 明年可能要再买栋房子 看看是不是在交个新的女朋友 我接下来要跟那个男朋友说什么 后来问了吗 还没问 到底问他 你说弄出人命到底是什么意思 因为有个同学的男朋友告诉他 他最近搞出人命来了 不是人家是说犯了什么错 搞出人命来 没有啦 你是对的啦 对 有同学的男朋友 跟他讲 他最近在外面搞出人命了 搞出人命 对 所以各位 真的 以后跟儿子讲清楚啊 不要 去外面乱搞 搞出人命来 各位 好 你有各式各样的想法 你有各式各样的 想行动的 渴望也好 欲望也好 计划也好 就算你脑子不想 心态有没有 那这些东西 你们在物质实相里面 你们的自我意识 通常把这些能量 释放多少 落实多少 各位听懂了吗 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记得以前 跟他讲过这个例子 好 有一次 赛斯在评论一个 他的学生 后来得到一个 严重的感冒 那他就在评论 为什么他得到 严重的感冒 那赛斯就提到一件事 那件事让我觉得 真的太有趣了 你看赛斯剖析疾病的角度 太有趣了 有趣到你就觉得 哎呀 我用膝盖想 也想不出来 可是 当他这样一讲 就觉得 讲得真 他说那个人 是一个 很爱好 奥运的一个学生 所以那段时间 刚好奥运在举办 他就每天 守在电视机前面 有没有 然后比如说 看飞鱼在游泳 有快点 有快点 有没有 然后比如说 看人家在踢足球 就好像他自己在踢一样 然后看到一个人 比如说白米 打破纪录有没有 就兴奋 各位 那赛斯说什么 他怎么描述你知道吗 当那个人在电视机前 尤其现在大家都大荧幕 当那个人在电视机前面 感受到那种 澎湃的能量 当他在那时候 感受到人类的身体 了不起的 performance 那种展现跟能力 当他在电视机前面 感受到那种 有没有 身体的伟大的 完美的呈现 他内在有一个 电磁以及化学的相位 被累积了 各位听懂我的意思吗 比如说你们在看武侠电影 有没有 那种拳拳到肉 有没有 有没有 自己莫名其妙 看着很紧张 会站起来 对 好像被打的 或打人的是自己 有没有 走来走去 很兴奋有没有 那边紧张 一边又不敢看 有没有 各位 你被累积过去 紧张了没有 累积紧张了 我看鬼片 有没有 鬼飘过来了 没有 各位 他那时候 内心感受到 身体的那个展现 可是他本身 不是运动员 他的电磁 以及化学的相位 被累积了 可是有没有 变成具体的行动 而对比之下 是我们这种 不是奥运 选手的身体上 以及日常生活的 无奈跟无力感 各位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他在想象世界里面 他没有办法完成 一些运动员 所完成的那些 身体的项目 可是他内在的那种 被激发了没有 各位就好像 你在投入一个 运动比赛 你会不会想象自己其中的一个 踢踢 怎么没有进 扑过去扑过去 有没有 各位 你会感同身受 化学以及电磁的相位被累积 能量却没有被释放 这叫做什么 多余的化学物 而当它被累积到一个极限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叫 daily activity 什么叫daily activity daily日常生活的 活动 没有办法宣泄 被累积起这么大量的化学物 这些化学物干嘛 你今天晚上就要做一个很激烈的梦 把先能量 discharge charge discharge discharge 明白吗 charge discharge 为什么会脑神经衰弱 因为charge no discharge 充电没有放电 充电没有放电 听懂了没有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你淋漓尽致的去做一个活动 你会完全discharge 有没有 把自己完全怎么样 relax 你一直charge 一直charge charge什么意思 充电 一直充电 各位 最后脑袋会爆炸 脑袋会爆炸 明白了 所以你看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 在charge多少东西 那你就开始进入梦境 梦境的推动力 就是这些累积的多余的 无法在物质实相被释放的化学物 而这些化学物的累积 它是梦境的推动力 而当你释放这些化学物的时候 某部分你的身体在 discharge 在排毒 什么叫毒 毒 最原始的本意是一个 行动力 听懂了没有 可是你在物质实相里面 你有办法附和这么大量的行动力吗 你每个起心动力你都能实现 不可能嘛 明白了没有 好 所以各位 好 这些大量的化学物 当它在梦境里面 也被释放的不够了 或连在梦境里面 你都不容许自己释放了 请问醒过来 有没有开始累积 好 后来 蔡司说 那个学生 感冒发烧 各位 发烧是在干嘛 烧掉多余的化学物 听懂了没有 所以当你累积一个很强的 电池与化学的什么 相位 来 什么叫 很强的电池与化学的相位 你是想离婚离不了婚 你是想 做不到 想做不到 想做不到 你是想创业 想没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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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想搬离台湾这个地方 想行动不了 想行动不了 你是想找一份好工作 找不到 找不到 找到了 做不下去 做离职 各位累积了没有 听懂我在说什么了吗 你只想找一个很好的感情 一个男朋友 双速双漆 有没有 找了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来 有没有被 discharge 释放掉 没有 累积了没有 来 这些东西怎么办 各位 他必须透过每次的小病 释放 如果你强烈 想要得到的 一个欲望 落空了 最后不但 discharge 释放不掉 又转为失望跟绝望 就直接变癌症 听懂了没有 其实在解释 癌症的形成 所以这个费线癌同学 他要治疗他很简单 找出他最大的渴望是什么 他最大渴望的失落 那个discharge 有没有 一个巨大的 无法被建构为 实相的能量系统 来 听懂刚刚那句话 一个巨大的 没有办法被建构为 实相的能量系统 比如说他想建构什么 他也想建构一个 爱他的先生 体谅他的婚姻 先生既温柔 又体谅他 孩子既体贴 又能协助妈妈的忙 他也想建构一个 能够轻轻松松 做自己想做的事的人生 可是他建构出来的 现实是什么 先生的 不体贴 不温柔 孩子的 各自活各自的 他现实上建构的生活 可能是什么 他必须不断的努力 才能为了生存 而温饱 他不做也不行 各位了解吗 他的现实生活 跟他想建构出来的 十万八千里 他渴望的 温柔的先生 陪他出去玩 去旅游 没有 他的工作 可能很辛苦 很累 不做又不行 他想要的世界旅游 他想要的环游世界 他想要的放松 他想要的被爱 他建立了巨大的 电池 以及化学的什么 相位 各位 那个相位差 第一个 被满足了没有 没有 不但没有被满足 如果只是不被满足 只是生病 如果不被满足 而且现实 越来越遥远 产生的是 这个强烈的 渴望 的失望 甚至绝望 他就开始逆转能量 能量就开始建构 爱细胞 听懂了没有 所以他的梦里面 如果 假设许医师做分析 他的梦里面 有一定有很多甜蜜的梦 比如说 跟初恋男朋友 去吃面的梦 梦到 儿子 小孩 多么有成就 让妈妈 可以 不用再辛苦的梦 梦到 他中乐透了 不用上班的梦 梦到他先生 接受患脑手术 患完脑了 突然变得体贴 温柔 问他 太太吃饱了没有 这样累不累 今天我帮你洗碗 好不好 各位 他一定都是做这类的梦 明白了吗 所以这个梦都在疗愈他 来填补 现实生活的 所有得不到 空缺跟不足 最后填得满吗 填补满了 他的现实生活 离他的梦想理想 越来越远 我看不到 我到不了 你所说的 将来的美好 我什么都不要 你知不知道 各位 他的现实 离他想要的梦想 越来越远 像一艘远去的船 再追也追不到 追不到 现实如果还尚可接受 也没事 重点是这个现实 是不想过下去的现实 明白吗 我不想过这个现实 我又追求不到 我要的 可是我又累积了 巨大的 相位 茶 这巨大的能量 那各位 这世界 没有一件事 逃得过能量 明白了没有 这巨大的能量 怎么办 化为 毁灭肉体的能量 直接结束这一生 Game Over 明白了吗 因为Game Over 还有机会 Game Over 还有机会 什么意思 下一辈子 还有机会 创造他要的美好 这辈子 再进行下去 是没有机会的了 明白了吗 这就是人格的评估 这辈子 再这样下去 是没有机会的了 是没有机会的了 所以 大小小的 没人家了 贪子收一收了 明白了没有 这辈子收贪了 等下一辈子 因为我告诉大家 灵魂不在乎死亡 灵魂永远知道 下次还有机会 可是再这样下去 再凹下去 也不是办法的 明白了吗 因为这个现实 不是他想要的 不是他想要的 来 同学 同不同意 同意 我不是问你 我是问他 来 同不同意 大声一点 同意哪一个部分 都有 主要哪一个部分 家庭 各位了解吗 他的现实 跟他想要的 那个梦想的 巨大的 电磁 与什么 化学的 相位 茶 而且已经 透过梦境 释放不了了 他再也没有办法 透过梦境 来做 compensation 各位了解吗 因为梦境作为现实很重要的补偿作用 对 可是补不过来了 这样听懂了吗 大多数的 因为你的现实 没有跟你想象的落差那么大 所以梦还可以 简单讲 你亏空公款 小洞还补得上 那个大洞 怎么补都补不上去的 各位明白了没有 所以梦作为最伟大的预防医学 它没有办法 把你累积的 多余的化学物 完全 烧掉 所以多余的化学物 累积在哪里 大脑 关节 血管 胆固存 明白了没有 累积成你身上 所有的 疾病的根源 而我们的医学 都只看到物质现象 没看到转成物质的背后 这些巨大的能量落差 这样各位明白了 好 我们休息 五分钟 马上回到现场 谢谢 我们这两套 个人实相的本质十 那心理的本质五 那也希望大家好好的 学习赛事心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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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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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